大家好 我是何志偉 好座會 今天在這裡 志偉看到我們的主委 我們的理長 你爸爸你媽媽 陳大哥 為頭一次孫議員 志偉走你在這裡 先給大家洗一個道車 感謝 在這邊其實志偉 有一個小秘密要跟大家報告 志偉動選議員 那當然是我們 台北市最優秀的 志偉頭一次的 歸勘就是在我們 知山岩這邊 我們把這裡的波動 我們把這裡的公園 我們把這裡老鷹的七十地 開始做精力 我們希望說 我們生活的環境 可以越來越好 也希望大家每一天都有好空氣 好心情 這裡在這裡 志偉要跟大家報告 在今年 我們補選的時間 志偉是2月1號 正式當選 我心裡面 我覺得很溫暖 我也覺得很感謝 因為 我認為 我認為 你們都讓我溫暖 所以志偉 從頭一次選議員 一直到補選 你們可以見證 何志偉從來不會去攻擊 別的候選人 我相信 我們要讓台灣 越來越好 我們要讓我們的選議 越來越好 不是要求別人 是要要求自己 所以在這裡 我也要跟你們感謝 可以自己一起拍照好嗎 因為你們都很溫暖 所以何志偉 也一定要做一個很溫暖的政治禮物 在這裡 我有幾項事情 要跟大家報告 就在 今年 就是幾年開始 我們後面的漁農國小 我們全國 台北市 很多幾十年幾十年的候候 近々你可以看到新聞 有小朋友 在學校 在教室裡面 在那裡 很高的 很友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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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收到一個磚頭 沒有地震 也沒有颱風 一個磚頭 就倒下來 撞到塌下 沒有地震 沒有颱風 磚從學校的牆壁 剝落下來 嚇到孩子的身體 說實在 這很危險 說實在 我們看小朋友在這裡 有年齡 校園蛋白這麼多 看到都是要跟他 夫婦的 看到都是要跟他 討厭一下 跟他愛上愛上 沒想到 我們台北市的侯侯 幾十斤 幾十斤 是不抗症的 是危險的 是會讓孩子 不僅僅跌倒 還會讓他受傷的 所以我要向大家報告 過去我們在八年的時間 八年的時間 台北市收尾好好 完全不怕地當 完全完心 完全皮膚水水 完全骨頭勾用 何志偉 說到做到 我做到了